今天讨论关于复刻和倒刻的问题 我们遇到许多顾客来询问复刻印章 多数的询问很多是因为印章弄丢了 为了方便取款 所以来重刻一样的印章 但是你知道复刻印章带来的危险和法律问题吗 假如今天有人捡到你的原流硬件这是A印章 而你因为印章已失了 你复刻了自己的印章 但是若有一天你的户头发生了问题 银行需要用精密仪器去比对这两颗硬件 这时候你要如何举证你自己拿的是原流硬件呢 虽然你自己就是账户本人 但是这却牵涉到欺骗银行的行为 小琴询问过合作金库的乡礼 他们曾经处理过相同的案例 那银行最终呢 请这位客户领出所有的现金 并且将客户设为银行的拒绝往来户 永久不再有资金往来 那么硬件弄丢了 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做法呢 银行会要求你再刻一个与原流硬件完全不相向的印章 去银行零贵做硬件变更 取代你原本的原流硬件 所以呢要长久的保护你自己的资产 用正确的方式做银行硬件变更才是正确的哦 另外你的印章若一失 你也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对方要零贵领走你的钱 他会需要你的印章 你的存折 还有你的零贵取款密码 才能够取款 所以你的印章 存折和零贵取款密码 都是要妥善保管好的哦 关于印章的知识 追踪我们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 by bwd6